大家好,我是嘉良,又到了你问我答的环节 关于全新哈佛H5的问题 问,全新哈佛H5是长城金刚炮加盖吗? 这实际上设计师偷懒了,看到这个外观 我最初也以为是金刚炮皮卡加了个盖 实则咱们看底盘悬架 金刚炮的前悬是比较古老的双横臂式结构 而H5的前悬是比较下成本的双叉臂悬架 金刚炮的后悬为板黄悬架 而H5的后悬为五连杆整体条悬架 工程图纸都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不是皮卡加盖了,咱们辟谣了 问题二,全新哈佛H5轴距那么长适合越野吗? 越野也分为像历史鹿、泥宁、沙漠、炎帝等等 而这台哈佛H5轴距比较的长 以及20厘米最小离地间隙也是比较一般的 其实它并不适合沙漠和炎帝越野容易卡当 而它的定位更多是那种长途平原的地貌穿越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河北巴上2000多米海拔的穿越的时候 看到很多修风力发电机的 但是路面非常的不乐观 因为本来就很少人上去玩 所以城市SUV这肯定是上不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哈佛H5这类穿越车、越野车的用武之地 而且它有像低速四驱 遇到拟定线车的时候也可以一定的自救 而且它有柴油版可供选择 我觉得国往可以大批的订购这类的车型 问题三,我试驾的那款柴油版的油耗 我也特别想知道 但是那一款是试装车 按方法盘这个行车电脑都没有响应 所以说没法调整那个解密 问题四,油耗 我试驾的那款2.0T汽油高功率版本搭载的是4C20B的发动机 所有媒体的试驾路线都是先上山 上到海拔是2000多米的一个高地 然后下山其中还会走一段越野路段 而且越野路段的时候我也开了高速四驱 下山的时候基本上就直载刹车就行了 所以取得一个折衷的油耗是每百公里10升 这也没什么要喷的 像坦克300的油耗币基本上这样 而且H52.1吨比坦克300更轻一点 问题五,全新哈佛H5和帕拉索如何选择 那肯定选H5了,完胜 首先长城自研的4C20B,2.0T,汽油机 参数以稳定性都要比使用航天30的4K3LTD更好 而且虽然两款车型都是非常载视底 但是H5是前双叉币,后五连杆悬架 舒适度也要更好 而帕拉索后选为板工悬架皮卡改的 而且H5是具备电子助力转向的 而帕拉索是全系液压助力转向 更别说什么后排的孔调出风口 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辅助驾驶 座椅电动调节,座椅加热 全景天窗等等这些配置 全新H5还给你了更多的这种享受级配置的选择 问题六,我认为H5存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外置的手刹 把手刹隐藏到了屏幕里 但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 即需要拉手刹自动 那么长按电子挡巴上的注册键P挡就可以 也是个保险件 问题七,全新H5会推出七座版吗? 这个我也替你们咨询厂家了 厂家的答复是 这台车目前定位是大五座的穿越车 工具车,保障车 如果上市之后,市场的反响还不错 大家对七座有强烈的呼声 呼声很高 那么还是很有希望再推出七座版车型的 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去爱得下厂家 推出七座版车型 问题八,问我发动机盖沉不沉? 毫不夸张的讲 哈佛H5的前机盖 是我这一年拍过上百台车中最沉的 其实和安全没有关系 和油耗还是有点关系的 问题九,全新哈佛H5的售价 官称是15万 我猜没这么贵 放心绝对会让你们满意 等着上市吧 还有什么问题 多多留言,我是家梁关注 我抢先带你看更多新车